歡迎回來我們來看看到底是情人節還是分手節呢 前苗栗政黨徐耀昌選在情人節這一天 他宣布跟國民黨分手 16個小時之後跟開酸要大家救救國民黨 徐耀昌更是把這個炮口對準了侯友宜 他炮轟侯友宜先前不配合公投 又和黨內保持距離 現在需要別人反過來幫忙 他說天底下哪有這種事 他也痛批泛藍成為了笑話喊話希望 國民黨深刻反省 直接說泛藍根本是笑話能看嗎 徐耀昌宣布退黨後再補刀 還要大家救救國民黨 都能夠自我反省 我想這樣子的話 國民黨未來才能立不敗之地 徐耀昌宇仲心腸點出藍營黨內問題 對於侯友宜擔任總統參選人不以為意 我說實在的普遍性的 大家都對侯友宜的這些過去的態度 還有他中央 國民黨中央提名的人選 我覺得是不是很恰當 侯友宜他本身 卻不去參加 然後你不去幫人家的忙 而你在選舉的時候 卻要大家來幫你的忙 天底線有這樣子事嗎 我個人我真的是很不以為然 徐耀昌深夜發表簽字退黨聲明 16小時後現身火力全開炮轟 不過徐耀昌的退黨行為 早就在郭台銘造勢大會的時候 就有跡象了 早就不滿國民黨做法 徐耀昌毅然決然退出藍營 不過是否會幫郭台銘 輔選沒有直說 只嘗掉國民黨要好好的反省 TVB新聞謝古君 從意料反應苗栗採訪報導 好 明來看看 徐耀昌在這篇深夜的簽字文當中 他還羅列出了侯友宜的四大罪狀 包括了說黨內同志不認同 四年前對韓國瑜冷眼旁觀 而且四大公投 他也拋棄國民黨 握有權力勸不肯付出 也來看看侯友宜對此事 怎麼回應的呢 侯友宜說很遺憾 但也尊重 希望大家還是可以並肩作戰 至於郭台銘則認為 需要常識愛之深則之且 講著講著眼眶紅了 即便下午就要出發金門 在七夕這天 侯友宜先對太太說真心話 至於要對侯友宜說的話 前苗栗縣長徐耀昌火力很強 凌晨宣布要退黨 先罵黨中央 提名一個連苗栗縣名 都叫不出來的人 更列出侯友宜的四大罪狀 連黨內同志都不認同 在韓國瑜選總統時 冷眼旁觀 白場公投中拋棄國民黨 還竊取黨的權力 卻不肯付出分毫的人 根本是傷透基層支持者的心 斷送國民黨前程 我非常非常的遺憾 同時也尊重 我非常的期待 我們喜耀昌 我們的縣長 還要 還是不是能夠 大家一起並肩作戰 團結喊到現在 但黨內挺郭勢力 人紛紛跳船 他現在心情 會不方便聯絡 但是我要講這個 從看他的退黨聲明 對國民黨應該是 愛之深 責之切 有別郭台銘幫忙緩甲 黨內要許耀昌好好想想 郭董四年前 對韓國瑜態度似乎也一樣 當時郭台銘董事長 在國民黨黨內初選輸掉了以後 還另外結合其他力量 反而對於當時的韓市長造成的重大的打擊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用同樣的標準來看的話 其實作為支持郭董事長的理由是不充分 論漢黨情誼對侯郭都不能只看一朝一夕 TV新聞 蔡英文 蔡英文 楊佩宇 台北暢報導 好 縱觀上述報導 看起來這整合之路真的是充滿驚喜 而為了出席823炮戰 65週年紀念活動 包括侯友宜跟郭台銘兩個人 都相繼抵達了金門 他們在和平上面過招 您還記得嗎 在今年五月份 郭台銘發表了金門和平宣言 而就在今天侯友宜也發表了和平宣言 他還拋出了六大政策 據兩個人會相約看星星嗎 侯友宜說會在登門拜訪 都飛到金門 怎能不到金門大橋走一遭 只是話說到一半 就郭董車隊從一旁胡哨而過 侯郭同在金門 有可能也跟郭柯一樣相約散步 看星星 今天我也知道郭董事長來到金門 他的行程也很滿 那我這邊行程也很滿 不要拉面子力 最好的禮貌的方式 我自己要登門去拜訪 侯友宜笛姿態 不過有些事不能讓 雖然是和平宣言 不能只讓郭台銘 站盡反面 戰爭跟和平往往就是一戀之間 這樣的傷痛 金門不要 台灣不要 讓金門和中華民國 免於戰爭的恐懼 這是我的先世 除了和平宣言 還拋六大政策 其中也包括陸放多年前 只有想蓋的金下大橋 只要金門人他決定了說要行建 我一定支持 一定全力地把它貫徹 而且在兩岸 我一定會見過兩岸和平的基礎上面 把這個金下和平大橋 變成兩岸最重要的一個和平指標 但這一切侯友宜說有前提 我們要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在中華民國憲法底下的九二公式 我們要對等增援跟大陸學校 而侯友宜這趟金門行 自家立委陳玉珍不再反骨 從夏季一路陪 甚至還貼心準備午餐 看來這午餐很對味 但其實陳玉珍一小時前才在這 牽引鍋再結喉 陳玉珍兩邊不得罪 TVB新聞李明輝莊台玉 在金門的採訪報導 好我們剛剛也提到 郭台銘也已經抵達了金門 而這已經是他第三 這個三個月內第三度 踏上金門土地了 和平宣言這一次再升級 他拋出了和平倡議 他宣布將捐贈兩千萬元的美金 要籌組金門和平倡議基金會 推動總共八大項目標 抵達金門粉絲高唱黃浦笑歌 不熟也要跟幾句 畢竟來到金門最前線 曾經在空軍高炮服役的 郭台銘戰地驚艷記憶有心 但這回主軸不是戰爭而是和平 彷彿太空漫步大進場一分鐘的路 他花了五倍時間才走到主軸 八三炮戰六十五周年前夕 首副級大手筆一出手就是兩千萬美金 金門和平宣言之後加碼再推金門和平倡議 近六四千萬台幣 心心念念都是和平 就連參觀鋼刀場 店家也彷彿形有靈犀 現切炮彈磨鋼刀 正中央就是斗大的 要隔平不要戰爭 若款郭台銘送出專屬勇士刀 郭台銘捐錢推動和平倡議八大象 同一天侯友宜提出兩岸經貿示範區六大主張 金門民眾卻沒打算去買單 侯友宜有時候要做的話 就直接做驚嚇大獎 然後一個基金化也花不了什麼作用 可能他們看得比較遠 但我們百姓看得比較淺 侯友宜他這種通橋 然後通天通水 還有一個通氣 對我們民生比較有幫助 侯國前線短命相接 王不見王 端牛肉拉攏明星各自出交 TV新聞 李明輝中凱玉 金門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